自主创新铸就大国重器 服务好大国重器同样离不开 以创新为支撑的强大实力 在宜昌一批隐形冠军小巨人企业 聚焦科技含量高研制难度大 生产也相对困难的行业高峰 将前行的目标锁定在核心技术 关键技术的突破再突破上 脱颖而出成为大国重器 无可取代的智慧因子 系列报道大国重器中的宜昌智慧 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国重器的安全守护者 威特技术有限公司 打开威特技术公司的微信公众号 这样一则刚刚发布的消息难掩自豪 威特回访三峡水电站项目 服务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 使威特技术的骄傲更是实力的充分展现 一年前三峡水电站起重设备 进行安全监控管理系统改造 并面向全国招标 经过激烈竞争 威特公司从六家竞标单位中脱颖而出 很激烈 因为跟我们竞争的有很多国有大型企业 也有一些很著名的一些科研研所 应该说是依靠着我们这个比较成熟的方案 家门口这个比较近的服务 以及我们成熟的产品 在各地的相关业绩吧 最终我们成为了这个本次的重量方法 作为国之重器 三峡水电站的每一个生产环节 都有严苛的产品标准 在这一次的合作中 威特公司改造的20台设备 直接控制闸口的开合 其中1200吨桥式起重机 是电厂内最为核心的大型生产装备 它们的安全运行 关系到整个发电机组的稳定运转 那么因为它的冬位比较高 那么我们在涉及它的 比如沉重传感器 比如它的位移传感器 比如各种防空障信号的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它的安全稳定性 甚至有些地方考虑它的荣誉 就是万一出现了个别损坏 不能影响整个系统的 稳定和正常运行 这个设备不允许有 危险和失误的时候 不允许任何失误 就要通过技术的创新 将成千上万种可能导致 失误的情形一一拦在门外 威特公司建立起 省级起重安全制控研发中心 传感物联实验室 对雷击 强风 高温 高湿 高热 以及炎雾等各种极端环境 进行一一模拟 逐一寻找破解方案 从一个个难题的破解中 威特一次次将同行甩在身后 一步步走向行业的顶峰 目前 企业拥有40项专利与知识产权 行业四项国家标准的起草 都有威特参与其中 深耕细分市场 小巨人有小巨人的责任与担当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架称重控制系统 港珠澳大桥建设 中国高铁建设 众多国字头的重大工程重点项目 都闪现着威特的身影 2011年 威特参与到中海游海洋平台 起重机的安全保护系统改造中 如今 业务已从渤海 黄海 延伸整个中国海域 跟随中海游项目走出去 威特公司正乘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 加速推进全球化 沿着中海游这条线 我们沿着一带一路 整个沿东南亚地域 包括马来西亚 印度离西亚 菲律宾的销售 都是由我们的代理机构 和代理服务商 目前来说 今年第一季度以来 整个外贸销售有明显的增长支持 应该比确认同期 百分之两百以上增长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